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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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枪三人行 哎 最近这个智力智力这个框框要拍成电影了你知道吗 对 说最合适的那个演员 你有一老五所一里边的那个长得比较像那个拉美意的那个 就是那个哈维尔叫什么哈维尔巴登 哦那个那个西班牙演员 对对对对 对那法国人那个是很好的西班牙的明星啊对对对对 你想想他就长得像矿国人他是法国人 法国人 所以现在啊 是法国人西班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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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星 你先娶了那个 西班牙美女 西班牙美女 对对对 也没错 也没错 他们库斯的前妻 智力智力矿工也是左拥右棒啊 你知道吗 现在中国的微博上一般讲啊 一生最大的想法就是做智力矿工 嗯做一个智力矿工意味着你能养活好几个情人 嗯 这个假话说说说是他们在下面的时候 那他们要发一个什么东西是吧 那个钱啊不要什么东西 结果每个矿工不是每个了 有部分矿工来就好几个女的来登记嘛 就是救急啊 发的那个钱呢 就是救急的 好几个女的来登记 这个就是人在这个时候 人在死亡线上 一生的情死就全出来了 而且有个有情妇的嘛 而且一个 而且咱们对这个智力的男女关系真是很向往 对吧 真玩的吗 不像是他们这种男女关系像拉美啊 比较热情不棒 而且呢最重要就是我们前几天才讲这个富二代的问题啊 你看我们这儿是你爸爸你得是当官或者有钱人 你感情上就如意嗯 在智力不一样 旷工都有几个啊 就是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这弱势群体啊 都能包二奶 这真是这国家 这个弱势群体也能包二奶 在咱们国家也不是没有 对 我跟你讲 发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在有些地方啊 你知道这个大工业啊 这个工厂三万个女工啊 这个小时候 对 全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你知道这工厂本来就没几个男工人 到后来这几个男工人都辞职了 三万个女工啊 你想这男工人同时交几个女朋友 这女朋友打工资养着他 他还天天换 他干脆不干活了 少爷的生活啊 那香港的货柜车司机啊 都是就很辛苦的嘛 你想很长见 那他们到了深圳都有固定的 那些那些点 所谓二奶村吧 二奶村 基本上是他们开开开拓的 然后这货柜车司机呢 他们实在困难的话 他们可以几个卸一个 哦 哈哈 就像青岛的那个 几个领导干部 这个节约资源这样 对 他们节约资源 另外 无产阶级就是就共产共产了 哈哈 另外那些长途公路 比方说从青海到四川的那些公路边上 嗯 那常常是这个 这一个产业最发达的 哦 那条路很麻烦 那条路出了名是艾滋病高速公路 哎呀 嗯 咱们是不是聊片了 对对对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趣味 这怎么叫聊片呢 没错没错 女人也应该属于我们无产阶级 对吧 对 咱们再看看 这里矿工就跟我们拔份 对吧 我们看看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图片啊 意味深长 你瞧瞧没有 这玩意就一个一个人呢 嗯 把他凤凰号 这是叫 那个仓吗 啊 我们凤凰号是个赞助的吗 哈哈哈哈 凤凰号 凤凰号 这是这是啊 再才能把他救的出来 你看再看下面 这个也是三一重工给他们做广告吗 咱们也给他做广告 嗯 你知道中国的这个大起重机啊 在智力矿难当中发挥了大作用 这个三一重工的掉几百吨 当然他们也有人说咱们中国的矿难 在咱们自己的起重机 要死那么多人 掉不动 这里头有个特别的地方啊 你你照片 对照片咱们咱们再出啊 那再看下边 哎 你瞧瞧人家 把每一个矿工的头像 这69天啊 智力就全国运动了 每一个矿工的形象都被画在了国旗上 嗯 在那个那个地点周围啊 全是正好赶上智力国庆那一天嘛 对 就全是插上国旗 把他们的矿工的形象 放在国旗上 你看看下面 当然旁边是矿工的 你看这女女人们 女人们这个呃 底下啊还在写纸条 可以写情书 你知道智力 我发现还挺前卫 有的矿工啊 跟老婆啊 一直就没有登记 结婚了几十年都生了孩子 像夫妻一样过呀 没有登记 但是呢你看人在这种处境下 黑暗当中想啊想啊想啊 最后给他上面的这个太太女友吧 写信 就是说去挑一个婚纱 等我出来 我一定要欠你一个婚礼啊 我要给你看去欠这个太太一个婚礼 你知道这是聂努达的故乡啊 聂努达 哎呦真是 咱们再看看 长得也像聂努达 哈哈哈哈 这女人长得像聂努达 不是好帅 这出情况了 这出情况了 你注意到等着老公的这个女人呢 他们举的牌子 两个女人举的牌子里头 老公是同一个人 对 这就是那最著名的 在等待的这些天理 在矿上啊 两个女人甚至更多的女人在等待同一个男人 一个是妻子 一个是这个情人 本来上井之前 这个井下的这个男人呢 就已经跟上面可以通信吗 他说我最希望等我被救出来的时候 我能见到两个我最爱的女人都在等着我 但是人家大老婆的态度很明确 说有我没他 有我没他 结果就出现了如下的这一幕 你看 一上来 气死了 你知道吗 我是女人的 不是我不是女人 我能理解女人呢 气死了 就是跟情人深情一吻 当众的 在十几不远的地方 她的老婆冷冷的看着 马上彻头就走了 这一幕 没掏出刀来 你知道 就恨死了 你说你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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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现在说这个自律旷返重点变成这个问题 又聊片了 又聊片了 这就是 要说回啊 你刚讲那个三一重工那个事啊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想说 这一回里面有很多中国技术 中国设备 但其实我们忽略 他是个国际救援 这回 你知道这回有很多国家参与在里面 比如说有一些英国的专家 就指导他们在井下的时候 怎么样去做一些运动 怕他们一上来啊 适应不了那个压力重力的变化 那有一些美国的心理学家 在透过这里面只给予一些心理辅导的作用 或什么 所以他是个国际救援 美国还提供太空压缩食品 对 还有英国和新西兰呢 在通风设备跟疾病感染上出谋限策 对 刚才他讲的这个英国的布莱顿大学运动心理学家 就提出他们在下面这个肌肉量减少 上来会不能走路 所以在下面这段时间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国际大救援 对 国际救援 而且就是这个全球关注啊 这个为什么我说成了智力一个国家运动 他们说这是智力最好的国家形象宣传 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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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总统也出来说了 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幕僚劝我 跟这事保持距离 因为不见得能救成 那样我们就倒霉了吗 他说但是我最后想 他们的生命高 当然他这么聊了 他们的生命高于一切 我天天守在那 跟这些矿工的老婆和情人们天天做一话 真的这智力总统 我看的照片啊 哈哈哈哈 每天聊啊 你老公下来你就跟谁 哈哈哈哈 人家没聊这个 没聊这个 就是 而且呢就是 六十几个矿工 八十几个女个等在那里 所以 所以为什么凤凤凤凰号就是凤凰为这电视啊 你知道都到了一种服务到什么叫人性化到十个程度 七百米深全历史最深的矿难了 这个专门让智力国家足球队跟乌克兰队提一场比赛 在三十三个矿工里头有一个足球明星 对 前足球前足球明星 所以我发现智力的矿工地位不低啊 哦 他这位有球星啊 当然当然 好几个女人 对吧 然后你看 然后你要他怎么播啊 用微型电视机 嗯 让底下的矿工看这个比赛 然后通过电话 让那个前球星矿工之一啊 在地下七百米深处解说这个比赛 全国的人民和这三十三矿工一起来分享 这场比赛 他在下面说 谢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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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雅龙进去了吧 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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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我们骂夸 咱们先吃下午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绝后见